那巴雷特十几岁跟雷利打平的事件怎么说 同学们 你们真觉得雷利在当时会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动真格吗 知道大家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刚说巅峰雷利跟巅峰凯多的话 我会选巅峰雷利更强 这个确实是蛮有争议的 因为凯多表现出的这个战力是非常强大的 可能我有点过于吹捧这个传奇强者了 但是你要放到现在 我可能还是这么认为 因为雷利他代表的东西不一样 他不是一般海贼团的父皇 他不是四皇海贼团的父皇 他是海贼王海贼团的父皇 他是最强海贼团的父皇 所以雷利还不能把他当作一个一般的父皇来参照 他要参照的对象其实是白胡子 白胡子是传奇海贼团 洛克斯海贼团的父皇 那雷利是海贼王海贼团 罗杰的父皇 海贼王的父皇 好所以再回到雷利曾经和十几岁的 巴雷特打平的这个事件 我觉得雷利肯定是放水了 放了一整个海的水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巴雷特在离开罗杰一伙之后 他遇上了当时的老沙 老沙当时可能还是女生 但是两个人也是不分胜负 所以说十几岁的巴雷特 可以和当时的雷利打平 他也可以和N多年前的年轻的老沙打平 打得不分胜负 你这怎么解释 你只能认为是雷利放水了 那巴雷特跟老沙打 他放不放水是另一回事 但是呈现出来的剧情就是 这几个人都是打平 老沙在55K能打得过雷利吗 不可能吧 所以怎么看雷利在剧场版中 巴雷特剧场版之中 曾经跟十几岁的巴雷特 打平的这个事件呢 我觉得雷利老师自然是放水了 肯定是雷利强 毫无疑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